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凤凰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这期军机处是王老和鼎杰的二王组合 是最受我们网友欢迎的两位王老师 王老师 昨天我看新闻说习主席召开了军队的领导干部会议 在领导干部会议当中习主席提到 要在2020年解放军基本实现机械化 那么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因为像我跟鼎杰我们看以前二战的东西 德军当时就机械化了 为什么我们解放军现在这么强大 怎么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 机械化它是一个动态的标准 在二战的时候确实像德军就是机械化 在那个年代使用了坦克 使用了魔部手段使军队运动 这就是机械化 坦克装甲车 坦克装甲车就是机械化 但是现今的机械化的标准是远远高于标准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呢 现在机械化的标准比过去提高了 我们在机械化方面 很多标准没有达到当今公认的世界性的标准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次军队改革以前 我们陆军还有很多师叫魔部师 魔部师就是军队运动的时候是使用汽车来运动的 不是全部武装的坦克装甲车来运动 再比如说我们的飞机的平台 飞机大家都知道都是机械化 但是当今机械化的标准提高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先进的大型的轰炸机的平台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轰炸K这个平台是50年代标准的平台 尽管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但是还是很勉强 还是很勉强 没有大型的运输机 尽管我们现在有运20这样的平台 但是这在世界上并还称不上是一个很大型的运输机 我们预军机的平台现在主要用的是1276 这也不是一个先进的平台 再比如说我们的舰艇 舰艇当今最先进的计划的标准是全电推进 可是我们的军舰除了潜艇 它本身就是全电推进 驱逐舰、护卫舰 我们现在还没有全电推进 但是如果以全电推进这个标准来衡量 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成为一流 美国全电推进的舰艇比较多 包括德国、英国、法国 他们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大致都是全电推进的 我们刚刚开始设置、研制这样的舰艇 你看从陆军、空军、海军的主要的作战平台来看 我们主要装备的这些装备 在一线使用的主要作战力量的装备的平台并不是世界最先进的平台 所以我们没有达到机械化现在这个机械化的标准 当然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 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基本都可以实现 尽管不能把部队整个的平台都改成一流的最先进的机械化的平台 但是我们主战装备会大量使用这些平台 所以我们到20年达到机械化的标准 我觉得是能够实现的 关于机械化的问题 我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再补充几点 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德军 德军的机械化 那么当年德军其实他利全机械化很遥远 他只是保障了他很少的一些作战单位是所谓的装甲士 再加上一些辅助性的所谓的轻型师和机械化士 他后来执行险地战的进攻 这个也只是占到很少一部分 他绝大多数其实还是罗马编族的那种传统的步兵师 包括他后期 他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其实很多还是依赖于像摩托车 像卡车进行机动手段 他真能做到所谓装甲化配发的装甲战斗车辆 其实那就更少了 所以苏联当年也存在着问题 所以包括美国给苏联的援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括了机械车摩托车和尤其是载重卡车 因为这些是保障它的综合战力发挥的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些平台按王老刚才说的标准来说也只能叫摩托化部队 在当年那个年代的机械化标准 刚才王老说的它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但是当年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所谓的当年在机械化作战走在最前列的两个陆军大国 他其实都没有实现全机械化 更说不上全装甲化 这人还是他的陆军 就不说他的协同能力 跨军种的协同能力 你看只有英军和德军在北非作战的时候 那个是比较接近全机械化的 没办法 他受沙漠的特工环境 但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你像罗姆尔的为他实现作战保障的后勤单位 他同样一个装甲是他在沙漠里面的后勤保障 他是要比在欧洲大陆作战他的那些同僚的装甲部队多到十几甚至二十倍的配夸量和消耗量 所以说谁也没法在那个地方长期维持大单位的作战单位 可能二战最接近所谓全机化的就是美国 那么它是建立在它的强大的汽车制造业 工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做到的 所以也只有它 但后来发展尤其到今天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人好像认为现在信息化了 智能化了 是不是机械化就过时了 我觉得其实它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它只是要与时俱进 一个就是从驱动力和消耗能源上 它一定要跟上新能源和新驱动的步伐 第二个它还面临一个智能机械 其实智能机械这一块美军这几年已经实战化了 它不是说开发的问题 它已经实战化了 美军的智能机械在阿富汗还有所谓反恐战争里面已经大规模的量产使用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新的方向 而且刚才王老鼎鼎杰都说了 我们说的机械化远远高于以前的那个机械化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还以海军为例 因为我之前想 我当初看戴旭写的那个书 他说所谓的没有实现机械化就是陆军 那么把陆军的那些作战能力比较低的部队 打击能力比较差度的给它去掉 那么就全机械化了 那么现在看其实这个还不全面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习主席说2020年就要基本实现全面的机械化 今年是2017年 还差两年 以海军为例 比如说咱们现在的05C、052、05还没有服役 像这些主战舰艇也不是全电推进的 对 其实当今全电推进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使用的这样的动力系统 如果不是全电推进 起码也是裁人合一的 或者是燃气机为主的动力 像英国、法国、美国是燃气燃机为主的动力 这也是一个先进的标志 像您说的 就是说像054A、052D 像他们的驱动形式已经可以算作达标 已经达到燃气机达标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看我们部队的船 还有以烧重油为主的蒸汽机这样的船 以柴油机为主的护卫舰 还有一批并没有完全淘汰 这个在世界上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 再过两三年随着我们的更新 那么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 应该是以燃气和全电推进为主的主战装备 装备我们部队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作战力 但是我们最近看新闻 咱们以前买过4艘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 对 现代级驱逐舰它一旦发动 我看过一个图片 它过一个桥一发动 上面全是黑烟 整个桥上就全看不见了 咱们可是现代级的这些四艘驱逐舰好像也没有要淘汰它的意思 而现在进行改装 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 我先说一个什么 咱们19大报告还提出了到2035年的时候要实现现代化 那么现在要实现现代化主要标志就是信息化 信息化 对 机械化是信息化的基础 机械化战争年代主要的作战要素就是机动的速度高度和速度和速度和速度 航程 这个是主要的打击力量 这个打击的主要的要素实行信息化以后还存在 但是这个已经成了信息化的一个基础和平台了 信息化战争主要是考虑的网络沟通的能力 智能化的水平 电子抵抗的能力 对战场感知的能力 对战场感知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您提到现代级 咱们一共引进了四艘 实际上它的动力是蒸汽动力的 所以它的动力是落后了 但是如果加上信息化的装备 您提到的改装 如果加装了我们垂直发射系统以后 它的打击的能力和打击的手段就会被蒸 尽管有动力 据您所知 咱们这个现代级怎么改装的 主要是改装导弹发射系统 动力不够大的改变 就是像日制导弹都不用了 不用了 日制导弹在那个年代打航母 那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英机18 我们英机18的打击能力远远超过日制导弹了 它的射程也就是200公里左右 可是我们是在400公里以上 它所具备的性能 比如说低空踢海面飞行 然后攻击之前 跃升进行超音速攻击 这个我们已经具备了 而且我们航程比较远 抗干扰能力比它强 斜架发射有一个很大的局限 因为它的发射的方向受到限制 因为它变轨能力比较差 那么垂直发射以后 攻击站位的时候就可以省掉大量的时间 随时就可以发射 不像斜架发射 一定要机动到某个位置 这就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它尽管平台是机械化的平台 而且是机械化比较落后的一种平台 但是因为你改装了它的指挥控制系统 改装了它的打击系统 所以它的整体的战斗力是成倍的增长 这就是我们实现信息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你的信息化的基础平台有可能不需要做大的改进 当然新造舰艇 那就新的模式 但是老的舰艇还可以发挥它的原有的一些效能 把它的主要的功能照样挖掘出来 好像现在除了05还没有列装 警方军现役的这些驱逐舰里边 现代级它的排水量应该是最大的了 现在排水量是最大的 因为它整体设计上 一个是动力和电力发电这部分占的体积比较大 另外一个布设导弹占的空间比较大 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油量比较大 所以它占的油库体积也比较大 所以整体的冬位是比较大 但是这个冬位和我们05比起来 尽管可能差了一个2000多吨 但是作战能力可不是5比4的关系 可能是8比4的关系 可能10比4的关系 因为像我跟鼎杰 像咱们这个年龄 我比鼎杰要老几岁 咱们这个年龄当时看世界军事 冰地知识的时候 对现代极是非常关注的增并性电停 现在我就特别好奇 它如果改装了锤发系统的话 它能改装多少数量的锤发 改装太多也不大可能 像改装到052D这样的发射单元 60多个发射单元可能有困难 有些空间还不太好改动 因为它的动力部分和电站部分占的位置比较多 但是我想可能30多个发射单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不知道鼎杰熟不熟悉海军这块 因为好像一个防空型的驱逐舰 它的垂发要是少于64个的话 恐怕打起仗了就不太够实 这就是看担负的使命任务 因为它的平台就这么大 尽管和052D05这样的比起来 它的发射单元没那么多 但是在和它过去它用10级的导弹 而且是近程导弹 10几公里这样的射程的防空导弹 跟它比起来 战斗力那是大大增强的 自己跟自己比 自己跟自己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另外改装这一型的大型舰艇 还有一个使命任务 会为下一代的舰艇的发展进行技术储备 我可以在改装的同时 把新的一些技术 一些手段先改进去 先试用一下 这样的话 风险要小 因为平台它不存在风险了 对不对 即使有某些失败 它也是局部的失败 不会影响它整体的战斗力的发挥 如果你把所有的新的技术 新的手段用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面 那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装备发展一个基本的思路 一般来讲 一个新的舰艇 你不能超过40%以上的新的技术 武器装备好像大概都是30%的新技术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19大 19大刚刚结束 那么我们新一届的军委领导人我们也都看出来了 这一次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像我们以前的火箭军 海空军的司令员没有进入军队员里面 那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 王老对军队比较熟悉 您可以分析一下 其实在19大报告产生之前 在征求意见的时候 有一条很重要的思想 已经得到了全军的统一的认可 就是要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怎么理解这个话 这个意味着军委的领导权和军则权在主要领导这个地方要得到体现 过去我们机总部的时候实际上总部的权力非常之大 那么海空军和火箭军的司令他们是军委员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军则权 因为他本身就是军委员 那么在过去那个时候 所以军委的一些决策指示包括总部的一些决策指示往下执行的时候 就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因为你军总的司令都本身就是军委委员 总部的一些领导也是军委委员 那么在贯彻执行当中 他自我裁量的权力就很大 那么通过这次改革以后 军委主席下面 军委委员主要是两个副主席 剩下来就是参谋部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部的领导 加上一个巨委委员 这样的话 整个军委机关 你得围绕着军委首长军委主席的决策来运行 你自己的决策裁量权就会受到限制 那么各个军兵主 你主要是执行军委的指示 你贯彻军委的指示 你主要是在执行建设方面 你可能有自己的决策权 但是比如说军委可能要出一个关于空军的命令 但是如果空军司令员不在军委员这个序列里面 那么是不是不是很方便 或者他对空军不是很了解 这就是我们军队改革 改革以后就避免这个问题 现在的军委 它是三军四军的军委 不是像过去带兴陆军职能的军委 陆军占大部分 现在的军委是一个多军兵总合成的这么一个军委机构 军委的某一个局某一个部的领导不存在你是空军海军的 里面都有海空军和火箭军的人员 所以在机关进行决策的时候 它会整体考虑到海空军和火箭军的情况 以军委首长提供决策建议 它已经不代表哪个军种了 所以这样的话做出的决策一定是科学的 因为在决策之前已经经过了大量的咨询工作 明白 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一个人咱们都不是很喜欢安倍 安倍在中国媒体的形象就形同是一个小丑 但是据说他又连任了 为什么咱们觉得是个小丑了 这么一个人在日本人民这么支持他 这是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连任 能不能说明日本人民支持他 从他这一次大选的情况来看 虽然存在所谓的适时投票的比例好像不是特别高 和以前的相比 但是他的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 从这些地方来讲 包括刚才说的安倍的形象 当然我们的感受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媒体对他的塑造 当然有一些方面是抓住了他的某一方面 但是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安倍这个人 我们要看到 其实他真正说为什么他对我们的威胁在哪 一定不是简单的说他是个小丑这个角度 小丑威胁不到我们 他其实还是在日本这些年的政治家里面是比较有一些谋略的 而且其实日本一直有很多人 他知道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中国崛起对于日本来讲 他首先 其实就像很多日本专家说的 他对日本来讲 他首先他与其说是一个所谓的机遇 不如说他是个危机 对吧 他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在日本其实这种观点还是很有一些主流 不说主流 至少这是一批人 还有一批可能不多 但他有他的影响力 那就是更激烈的 还是认为要通过来战胜中国甚至肢解中国来达到日本在西太平洋 甚至在印度洋上跨洋的影响力 他还是存在的 在日本 即便是那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看到的 他公开 他不会说话 不会说的特别的尖锐 但事实上私下里最简单的一点 就是这些年我们拍纪录片 帮我们请日本专家的时候 无论是涉及到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 其实日本真正的那些从实战角度来研究我们的那些专家 人家都是不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话不能跟中国人说 你无论是央视去找他 还是富翁去找他 人家根本就是一句话 谢绝参与咱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这些年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日本专家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日本专家 那些人都怨笑的 他要么是有想法的 他要么就是说他只是代表日本的很少的一部分 总之就是说咱们采访到的这些人都是没有实际决策权利的 也不是 他有的 他甚至说他就是故意来给我们放烟雾弹的 你不能说他没有权利 你也不能说他在日本没有影响力 但是他在日本说的话和他给我们说的话首先就是有出入的 更何况他只是代表一部分人 真正站到前台来参加我们拍的纪录片和我们的电视采访的这些日本专家就已经是被过滤过了 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全面的去看日本 从他的学界到他的自卫队到他政界包括一些智库 他们眼中看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肯定不是说我们这么简单 既不是说像我们看到的说好像日本也要参加一带一路了 也要友好了 另一方面也不是说日本只是说跳梁小丑 人家也是有策略的 这个中间怎么把握住一个平衡 其实他就引出来一个问题 就包括这一次安倍连任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他 包括安倍下一步他的策略 他的战略 那么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其实这些年我们尤其是对日研究 包括我们的对日语情 这两个方面至少是有问题的 其实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过于趋向于极端 一个极端 那就恨不得马上拿后期轰平日本 好像因为一打 脑子里想的还是这种热战的打法 要么就是另一个极端 你认为中日是可以友好的 中日的主流还是友好 我们都听耳朵起脚子了 现在说这个话的专家少了 以前那种几乎一说中日关系都会落在上面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 第二种的问题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关键是第一种 现在尤其核武器出现之后 一个是大国之间的冲突 其实是受到抑制的 因为大家知道 你打不好 全完蛋 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 你万一打进来 他的盟友有的话 最后真战略升级变成不可控的话 后果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就是从希特勒以来大家都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德国当年很发达 但是德国蹦出来 搞一战搞二战 他先打 打到最后他很悲惨 而且大家都学会做最后参战的大国 这是战略的智慧 所以大家都比聪明 你今天包括普京也好 安倍也好 莫迪也好 美国也好 他无论张牙舞爪 会上之间怎么搞 你要这样 其实没有人会随便出来打第一枪的 而且甚至说用热干的这种方法来解决国家间问题 也已经不是最主流的方法了 但是他不能说国家之间就没有冲突 没有对抗了 其实我们的思维短路就短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想到 新的对抗形势是怎样的 18班兵器要样样精通 从热战冷战温战良战要拉出来一个谱系 在极端的打和极端的不打之间 他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中间地带和灰色地带 摩擦 这个是我们要学会要掌握的 包括刚才咱们说军舰 军舰是不是越大越好 你包括现在越南海监造他在南海上巡航的船只的时候 他并不是悠悠地追求说我这个吨味有多大 但是有一点你要看到 越南人造海监船的时候 他的思路是要和你进行相当强度的对抗的 包括他委托贺兰给他造他最新的做猎装的那个 包括他买美国的赠送的 他首先一个撞击能力 包括机动性 包括这些 他虽然小 我们不能只比吨味 对不对 他小 他是个猎犬 我们如果搞了一个很大的 他不是个战斗型 这是一个问题 王老 海军的船撞不过海坚船吗 不是 他不是这样 你不能说直接拿海军的船去跟他海坚的撞 咱们有很多海坚船都是海军退役的舰艇 是 但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的新船的猎装设计思路的前提是 你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对手可能是谁 是互相用火炮打导弹打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包括他的所谓的越界作业的名船 所有的这都是问题 对不对 其实国家之间的摩擦碰撞 就像大橄榄球踢足球一样 他是一点一点的挤压对方来形成自己的 这个中间其实有很广阔的可操作的空间 而且他这个技术和技巧也要细分 每个领域都要精 包括当年美国和苏联冷战对局最厉害的时候 对吧 双方什么情况下 飞机能俯冲从他的航母附近掠过 什么情况下甚至可以直接撞上去 但什么情况下不可以 甚至什么情况下用民用的船只 什么时候用军用的 冷战期间他们就已经有这一套东西 但那还是冷战的 今天我说的还有温战还有凉战 战争的温度它是逐渐变化的 我们要在两端之间找到有所作为的中间 既不是说我们真要像当年的德国那样搞民粹主义 穷冰度武 真要蹦出来当第一个打人的 左边右边 左右开弓 最后打的大家都来孤立我们 打到一个起来两个对手 这肯定不是有智慧的人做的事情 但如果因为害怕这个结果 就什么也不动 甚至主动的一味的去展现我们的一厢情愿的这种友好的话 这个思路一定解释不对的 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这种 千万不能用这种思维 要跳出来这种思维才知道装备怎么研发 怎么使用 交给谁去使用 所以传统的那种军事力量和国防安全还非常重要 但在今天这个时代 更多的学会以传统的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前提下 以各种灰色组织灰色手段来瓦解对手 这是大国崛起要掌握的一个方法 包括和周边的像越南缅甸这些 我以前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其实和日本也是要掌握这种方法 否则的话它就会陷入两个极端 那就是啥也不敢 对不对 我看你的微信公号 提到说安倍上台要做两件事 其实有一件是要再划分双零行的来遏制中国 这应该怎么说 怎么理解这个事 其实这一次包括特朗普马上也要去日本了 其实这一次有一个还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个就是日本方面放风说 日本要公开和特朗普谈这个事情 和特朗普谈重启美日奥印的高层四边首脑战略对话 特朗普说这次去日本会和日本谈一谈 关于朝鲜小潜艇抓日本人的问题 因为以前美国是不跟他谈这个问题的 包括以前咱们知道早期六方会谈 他中间陷入僵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小泉坚持要把拉制问题放进去 但是美国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你和朝鲜的问题 结果后来就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割职 所以这一次他俩到底这个事情会谈到哪一步 现在我们还不好说 但他两个各拿出来一个东西等于是带有某种交换的意思 而且这里面暗藏着双方对东北亚战略都知道 要到关键节点了 包括安倍的判断 咱们知道 他是在他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 之前他就写的他那个书 他是第一次提出美日澳印的四边战略合作 这就是针对咱们的 他后来又搞一 他到他第二次出任首相 抛出来一个小菱形 在拉上越南、菲律宾和印尼 那就明显的 他其实就知道未来随着美国的有可能将进行大幅度的战略收缩 在战略收缩的过程中 日本要当接盘下 日本要在第一岛链上重新形成它的影响力 在这个中间重新进入东南亚 这是安倍一直想的事情 这种双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中国 这个是日本自己的想法 我想很难实现 这就回到咱们的十九大报告当中里面来 我们十九大报告在军事战略这部分提出了要塑造态势 要遏制战局 遏制危机 控制战局 打赢战争 其中第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非常好 要塑造态势 塑造态势 实际上说穿了有很大的程度上都在争取在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主导权 谁能在亚太地区主导安全秩序 我们以后的工作任务是非常重的 终日要争取主导权是吧 亚太安全的主导权 亚太安全秩序的主导权 在这方面 应该说在十八大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比如说在南海危机的处理的问题上面 在动廊对峙的问题的处理上面 我们都是比较好的处置了当时的危机 没有让当时的危机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到今天 一定要控制危机向前发展 包括到今天 美国人还在继续搞的 在南海巡航所谓自由航行这方面 我们做的还是有理有绝的 这都是我们要从大的整个世界安全 包括我们周边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 不能就像您讲的非黑即白 一时冲动 非要争对当时的争一口气 你来了 我就有好多我们网民讲的一样 要打你 要刀弹把你集成 给你创成 这都不行了 这都要从整体战略来出发 考虑你整个周边安全环境和塑造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因为日本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那就看谁做得更好 日本确实也在做 做了很多工作 送菲律宾这个 送越南这个 跟印度搞这个演习 搞那个军贸 他也是为了塑造他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只不过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做的可能更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搞一带一路 尽管日本不愿意 印度不愿意 但是其他国家积极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 比如说我们搞亚投行 日本现在也表现出了兴趣 连美国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们搞大迷宫河的建设等等 再加上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就是我们塑造态势的手段和方法是共赢 是双赢的方法 不是排他的方法 也不是军事的方法 我们是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的手段为主来营造我们的态势 所以就目前来看 我们受到了更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和赞同 当然了 能不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发生 这个还需要以后我们进一步拿捏好我们的战略的手段 比如说以后还会有南海的自由的航行 可能在东北亚地区萨德可能继续会部署下去 你抗议没有用 他肯定会听美国人的 这个我们再如何来处理 那么动狼对峙今年结束了 明年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不修路 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加强我们的军事防御 这都是我们要进一步考虑 这都要我们军队的有关部门 有关决策部门要慎重考虑慎重决策的事情 在实践中摸索 顶尖你觉得针对日本的双零行的所谓的防御 遏制中国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破的 它是这样 双零行不是单纯的消极的遏制我们 因为遏制其实它还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 刚才说的 它是为日本冲返东南亚服务的 日本这些年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虽然有衰退 但在某些地方它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尤其是日本和我们比它还是有某些优势 尤其是在非政府组织来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这一点上 它还是比我们要更有经验 而且确实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事实上到包括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这些地方 我们事实上实地去调查一下 就会发现我们营造的可能注重的是所谓的 你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还好和平的 中国政府好不好 你愿意向中国政府做项目 但是你要是说咱们具体的中国人到那儿和日本人比谁更受待见 实话实说是有问题的 自己去感受一下花不紧钱 到那你就知道了 你到那儿日本人绝对是占上风的 包括对日本二战中的行为 甚至包括缅甸他们很多人认为 他们不觉得那是像我们理解的 纯粹的是从侵略的角度 他们还认为日本帮他们赶走了白种殖民者 至少有这么一派亲日派影响力 包括台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放心日本的地方 其实这个引到当前亚太的战略格局确实出现一个大的巨变 美国发现他以前承担的负担太重了 尤其是当年为了对付苏联 他有一套成熟的方法 后来苏联没有了 苏联没有之后 他等于和影子打架 他不知道他敌人是谁 他不知道对手是谁 说不定他打出了对手 对不对 这个是美国人也意识到 这是个问题 而且美国的地缘格局就是远离欧亚大陆 这是它的优势 它可以制衡 它可以让你们搞我隔岸关火 甚至必要是我再放一把火 可以选择火放在哪 火上还可以浇油 也可以浇水 但是它的劣势也在这 它离得太远 很容易被孤立的 所以美国的战略始终是找一个平衡 既要维持前沿存在 但如果这个前沿存在 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时候 甚至太前沿了 前沿到对手再强大的时候 那你不就变成人质了吗 所以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呼吁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家认为 美国的战略应该由小布什时期的那种深入所谓的反恐也好 你无论叫什么 总之你是深入欧亚大陆的 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发挥它的战略优势 美国应该重回离岸平衡手的战略 所以要适当的进行战略收缩 但现在美国其实在亚太它最头疼的就是它收缩了之后 后果是什么 如果日本起来的话 这个已经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所以美国其实纠结的它就在这个地方 没错 因为刚才顶杰说 日本的一些非官方的组织可能在国外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日本的企业 不光是企业 还有它的一些基金会 它的一些福利机构 但是比如说有一部分是日本的公司 我一直在想 咱们军机处的这些嘉宾像王老顶杰、徐老 其实都给很多的比如像上海的政协 包括一些公司做过演讲 那么很多的公司包括院校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么以后我们想军机处组织我们的专家 给这些大专院校 给这些公司企业做一些国防建设 或者说做一些国内动态的报告 那么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所需要的 这期节目的时间就是这样了 感谢王老顶杰 骨子里的中国清华分酒 这期军机处就是这样